今天是2022年7月12日 星期二 這宗新聞看到都覺得唉 昨晚的凌晨時分 有人經過西環東邊街的24號對開 看到一個男人滿面鮮血感昏迷我 在唐樓的對開路面 隨即報警求助 事主期後由救護車送院搶救 不過可惜重傷不治 警員趕到封鎖涉事的路段調查 而且登上唐樓再問街坊 地上流下了大灘血跡 警員及後找到個涉事的單位 證實這位姓范的男士主和家人同住 懷疑她是由單位跌下來的 據了解姓范這位先生是任職地盤工人 而且結婚的有一個子女 老婆是內地人 他和家人同住在5樓的單位 而且他們的輕嫂和侄子都住在另一間房間 而她就一個人住在另一間房間 事發的時候 她的家人就是在睡覺 警員去到才知道這個噩耗 警員在其中一間房間發現了一部 正在開著一個網路遊戲和智能電話 一個Airport的充電盒 不過耳機就不見了 不排除事主當時在房間玩耳機 而且使用Airport的無線耳機 就收聽這個無線耳機 期間不小心把耳機掉出窗外面的欄杆 事主想爬出去撿的時候 就滑掉下樓 另外事主在爬窗去撿耳機期間 樓下有些人路過以為他是企圖跳樓 好心出言雙勸 男事主向樓下大叫 喂我不是跳樓 但誰知最後還是跌了下樓 警員在現場檢走耳機業在調查 相信事件都沒什麼可疑 死因就有待驗屍再確定 有時發生這樣的悲劇 真的很令人覺得 唉 除了一句坦白色都不知道可以說什麼 好了這一節的節目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